立正 走 請坐 大家早安 精神多守 一大早我們可以上課 每次都是安排我 禮拜六早上談一點 美國的這個基本精神 談到一點憲法還有法律這種 美國有那個 我們有這樣的一個年見 我們有這樣的一個年見 這個是2002 其實有時候在我們社區 我們去台北有時候我們社區 有時候人家有各種書 有時候丟掉 如果我看到這種 我都是把它撿回來 這個是我以前買的 但是如果看到我都撿回來 我太太就說 那你為什麼要撿回來 我說 它雖然是舊的 但是裡面很多資料 其實還是可以參考的 OK 那主要它 各種什麼進出口數字啊 還有什麼 廣告支出啊 什麼整個國家的趨勢 國際食物 總總它談很多 但是 它這個美國的歷史文件 它也很多 所以憲法 什麼獨立宣言 說這些東西 它不是說 不是說會改啊 那個都還在 那你要看到 美國憲法有幾個修正案 什麼內容是什麼 有時候人家說 第14條 第三條 第什麼 馬上可以翻到知道 喔對 這條是什麼 所以 有時候擺一本在辦公室 擺一本在家裡 擺一本在臥室 那時候隨時翻一翻 我覺得 那個 很有意思 將來 其實 我們 台灣 也要有這樣的書 那我們要編得更齊全 因為像 我們的部分 從美國憲法 我們怎麼會跨到台灣呢 當然這個 這個有連接 我們 如果將來變這樣的東西 我們要把這個放進去 所以 基本上 譬如說現在 美國有這個 美國有海外領土 我們常常說 美國有五個海外領土 就是那個 加勒比還有那個 維京村島嘛 還有波多里克嘛 那 再到我們這個 太平洋 地上有 梅蘇 沙摩啊 還有 還有關島 還有 北馬里安娜 春島嘛 那些都是在太平洋嘛 啊這個是主要的 海外領土 這個是 他自己有人口 他自己有本地人口 他自己有本地人口 有很多小小的那個海外領土 那個本身沒有 沒有本地人口 他就是一個 一個黃島 或是一個 甚至於一個 交城或什麼 付出那個太平洋 他是一個交城 但是那個 有他的用處嘛 他可能在軍事上 或是在各方面的研究 他有他的用處 從歷史上 那個是屬於美國的 所以 那個也算是一個海外 海外領土 但是 對我們來說 不是 非常重要 像 中土島 中土島也是 很有名 那也是美國的 但是 那邊住的就是一些 那些軍人 沒有本地人口 沒有本地人口 所以 那些地方 我們了解是有 那 那很多那個地方 他怎麼 他怎麼有這個地方 很多那個小島 沒有人口的是 美國在 在 一百七十一百八十年前 他 他通過一個 他國內通過一個法律 就是 那個 那個 很多那個島 那個太平洋 很多那個島 他本來就是 那個 那個 海鳥會去那邊 啊 除了 除了生一些蛋 他常常會在那邊 就是 大小便 那那個 那個便 太陽曬 那個法傑拿去做肥料很好 所以 他們會派船 和工人 去那邊 把他挖 啊 他那個時候 他那個時候用的字 他叫做 Guano G-U-A-N-O 這個字今天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但是那個就變成 鳥的那個瀑布 所以 呃 他有那個法案嘛 Guano 島的那個 法案 啊主要就是說 你到這邊 沒有人 然後你挖挖那個 然後你維持在這裡一段時間 啊沒有人 那你通知海軍 啊海軍也來巡視什麼 那我們就插個美國國旗 那以後我們就會把這個 列入我們的 我們的 國土的那個 領土啊 讓我們定期來巡視 啊那個就 我們主張是我們的嘛 我們主張是我們發現的 所以 從這裡 你也可以看到每個人 他是 看到那個環環傷口 然後 我先有個國內法 然後我再按照國際法的程序 我 發現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沒有人 我新發現的 啊我發誓 我 我對外宣布嘛 然後我插那個旗子 然後我定期巡視 我也在這裡做些工嘛 那這樣國內法國 國際法這個環環相扣 那這樣就 就 認為這個地方是我美國的 對不對 這個是我的 這個是一個做法 你可以看到 今天來講 一般 這個在 東南亞 譬如說我們在掙 一些島嶼 什麼南沙春島 什麼東沙春島 那些 他們沒有這樣做 他嘴巴講 那是他的 但是你 你回到他的國內法 他的國內法 有這樣通過嗎 像台灣說什麼太平島那些 是屬於中華民國 他 他有這樣通過嗎 我告訴你 連台澎 都沒有按照中華民國憲法 第四條 並入中華民國領土 更何況 其他旁邊的島嶼 包括 包括 包括釣魚台什麼的 他說釣魚台是他的 你問他 你的法律依據在哪裡 他沒有啊 他說是古時候 一直是他的 其實 那是錯的 古時候是日本的 古時候是日本的 從馬關條約以後 整個下來 從 從 日本四島一直下來 全部台灣 這些全部屬於日本的 怎麼會屬於 屬於中國的 不是啊 所以 你就從這個很簡單的例子 這個 挖鳥糞的這個法案 你就看到 一些美國 他做事情 不一樣 他考慮到前後一致 OK 所以 這個是我們了解 那為什麼 我們碰到 美國一些學者 譬如說我們在台灣 我們碰到大學教授 他是教美國法律 他是教美國憲法 你問他說 美國是什麼一個體系 美國是什麼一個國家 他什麼形成的 這個教授會跟你講 到今天為止有50週 他有50週 所以美國是形成這個50週 那如果你跟他 講這個 林博士 林志森 何瑞恩的這樣一個論述 他會說 喔我知道 你要把台灣變成美國的一週 他第一個反應就是 你要把台灣變成美國的一週 但是我們不是 我們從來沒有說要變成一週 我們還是回到美國的那個海外領土 那那個 那個鳥糞島 那是一種情形 那另外是這個 主要的這個五個 這個五個的這個 所謂海外領土 他自己有人口 像關島好了 很多人問我說 台灣到底要什麼時候 我就說 簡單一句話 我就說 關島模式 關島模式 就是很簡單的一個說法 關島模式 關島不是一個州 那關島是什麼 關島 然後 就本來 美國 美國 南端有個古巴 美國南端有個古巴 在 1890年代 也就是差不多 120年前 120年前 那個古巴 那個西班牙政府 就非常的暴政 非常高壓 他的人民 種種 所以很多美國人知道了 那 今天 台灣有個黎智英 那個時候 美國 也有一個 一個 做報紙的一個 大亨 他也是抓住那個 古巴的新聞 然後 大肆的喧嚴 他就 做這個時候 喔 那個西班牙政府 有多麼的破壞人權 然後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 用這個來賣報紙 所以那個時候 當然 沒有收音機 沒有電視 那個時候報紙是 很大的 大家都在看 所以 美國的官員在看 所以他寫那種 酸染性的報導 很多人看 很多人就非常的 憤怒 所以他們就覺得 古巴一定要走自己的路 不能讓他接受 西班牙那個高壓那個控制 所以他們就後來國會就說 我們 我們要插手這個事情 所以他就跟 呃 派幾個 幾艘船去那邊去 監督一下 然後後來 有一些不幸的那些船被炸掉 或什麼 所以在 18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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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差不多 110多年前 他們就向西班牙算戰 算戰 然後就直接 美軍直接到古巴 直接到古巴 然後 4月底算戰 呃 7月17號 就征服古巴 美國國旗就上去 征服者 國旗就上去 然後就 有戰兵 古巴的戰兵就開始 嘛 呃 古巴的戰兵開始 後來他們就看到附近 欸 那個軍官說 欸 附近這裡有個小島 很漂亮 叫做 波特里克 就跟美國總統說 我看 我們請幾個軍 過去 給我們一點時間 順便給他拿過來 所以他說 好了好了 所以他們就過去 把波特里克也打下來 大概只用10天 慢慢 也沒有多少人傷亡 所以波特里克也拿下來 所以等到 那個 這個是 那個 加勒比海地區 後來西班牙也有在太平洋 他有菲律賓 他有關島 這些地方 所以到菲律賓 當然菲律賓這個地方很大 所以 美軍 主要是進入 馬尼拉 的那個首都 然後 然後打一打 打一段時間 OK 把它 把它拿下來 至於一些 外島還在反抗 那個不影響大局 呃 關島 好像是用一天的時間 關島 他們 美軍上岸 然後關島人 跑出來說 什麼事 他說我來征服你 他說不要打 你什麼條件 哦 我們條件就是 現在這個是我們的地方 我們國旗上去 啊他們就說好 那我們西班牙國旗馬上下來 嘶 美國國旗上去 還有沒有事 沒有事 好 OK 拜拜 就跑回海邊 繼續吃他的椰子 繼續玩水 那個釣魚 他們不要打嘛 對不對 所以關島是很簡單的 去征服過來 OK 這一個是因為征服的這個歷史 他們有這幾個島 OK 所以後來 呃 有個和平條約 和平條約決定一切 對不對 和平條約 他們12月1898年 12月就談好和平條約 然後第二年 1899 4月11號生效 那Puerto Rico 是割給美國 關島是割給美國 菲律賓是割給美國 呃 古巴 就是 西班牙放棄 沒有給誰 跟台灣很像 我們碰到台灣很多學者 我說你為什麼不談古巴的例子 他說古巴的例子是什麼 他們對國際法完全不懂 我跟這些人說 那你做什麼 你國際法都不懂 你還談什麼 台灣要走出來 怎麼走嗎 用國際法來走好不好 你國際法一跳不通 他們眼睛閃一閃就走開了 這 我們想 我們這樣的一個論述 我們也是按照 美國國內法 還有國際法這個在走 所以 不是前一段時間 有人問林博士說 那 歐巴馬的選情不見得看好 他國內很多問題啊 啊 萬一他沒選上 你怎麼辦啊 林博士就說 我是走法理 我不是跟歐巴馬在拿什麼特別的感情或什麼 我是走法理的路線 所以法理都一樣 歐巴馬繼續連任或是不連任 不影響我的法理 OK 所以這個是我們做事情的一個原則 所以回到這個 回到這個 古巴的情形 西班牙放棄沒有說給誰 那怎麼辦 當然就是 古巴人要自己開始做一個民政府啊 這個就是國際法 他自己開始形成自己的民政府啊 那其他的 波多利克 關島 菲律賓 就是美國成立民政府 因為他是割給美國的嘛 所以美國成立了一個民政府 就是有這個差別嘛 是誰成立嘛 是受受國 啊沒有受受國就是自己啊 台灣當然就用第二個模式 所以 古巴 就在那裡 然後 他民政府 運作了幾年 後來也是一樣 美國會開一些條件說 你如果要獨立 你要完成什麼任務啊 什麼這個這個這個 啊他就完成了 然後在 到了1902年5月20 5月20 就美國就宣布 古巴獨立了 OK所以 他本來是 美國政府以後就 1898年 軍事政府 美國的軍事政府成立 7月17嘛 那美國的軍事政府什麼時候結束呢 是不是因為那個和平條約 生效 美國軍事政府結束嗎 沒有啊 必須那個軍事政府是完全移交 他的管轄移交給那個民政府 這樣時候 軍事政府才會結束 這樣時候 佔領才 結束 所以 古巴的那個佔領結束是 1902年5月20 那 台灣 台灣 我們現在走民政府這條路 我們 還是要整頓一些時間 所以在這個整頓的時間 我們有 美軍 在上面 民政府在下面 那我們這樣 我們可以 美國可以 處理那個 國防和外交 在 在美國體系 就會到 會到這樣的 書裡面去查那個 美國憲法 他有美國憲法 你就看 國防外交就是屬於聯邦政府的 職任 這是他的責任 所以 美國是共同國防 他只有一個國防 所以 波多利克 也沒有自己的國防 關島沒有自己的國防 是聯邦政府派 那個國防到那邊去 所以 這個應該是他的責任 所以 你回到台灣關係法 台灣關係法是說 供應 他不是說銷售 他是說供應 所以我們常常說 我們的論述也沒有違反 台灣關係法 如果把那個美軍 派到台灣 如果把那個 航空母艦 派到台灣 那個軍艦 飛機 什麼什麼 那也屬於 供應 武器給台灣 是不是 按照台灣的需要 那個軍人也可以派 對不對 這個都屬於供應 不一定要賣 很多人以為 台灣關係法說 要賣武器給我們 不是 其實應該是免費提供 才對 以前幾個立委有談這個 但是談得不多 其實都可以 明正言順要求他免費提供 那這個 我們為什麼可以叫他免費提供 那就從 那個西班牙的那個例子來看 他這些地方他為什麼是 他 他到底被美國政府以後 那他的地位 在美國憲法的地位是什麼 這個 政府地 那個政府地 其實 美國是所謂的英美法 其實英國也是以前也是有這樣 他是 美國管轄下的外國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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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所以為什麼台灣關係法不是說說 四統外國 那很多台灣人在美國沒有學過憲法 沒有學過 美國西班牙戰爭什麼這些 沒有學過就是說 四統外國 等於 外國 等於台灣是主權獨立 所以 百分之百 錯誤 四統外國 不是這個意思 他就是 好像是外國 好像不是外國 也就是說 有的時候把它當做外國 有的時候不是 所以 這個很容易懂嘛 你如果有個13歲的小孩子 然後如果那個法律就是說 成年人20歲 美國一起就成年人20歲 那你有13歲的小孩子 然後他犯罪 那個法律就寫著 他說 如果這個 12歲到20歲中間 如果這個人 一個禮拜內殺三個人 那就以成人來審判 那這個13歲的人殺了三個人 我殺了五個人 到法院 他是以小孩子來審判 不是 他是以成人來審判 視同成人 他是成人嗎 他不是成人 凡是視同什麼什麼的前提 是他不是那個東西 視同這個 我不曉得 連什麼台灣的一些人權團體 在美國就 聽不懂這個道理 我覺得 我覺得我 我國中就懂這個 他們怎麼會 已經是社會人士 然而不懂這個 還有 我看到一個很大的問題是 我們以前接觸到 有一些那個 為台灣人在美國什麼爭取什麼傳遞 這些人當然都是會 以目前來講 沒有一個團體會幫助台灣 都是會害死台灣 像有的這些團體 他的領導者是學工程 哇這個很可怕 他也跟我們講過了 他說何先生啊 我在蓋一個橋 我在蓋一個橋 我下面要放那個橋盾 我放下去以後 就像你說關渡橋嘛 我放哪個橋盾 一個 兩個 三個 我放哪個橋盾下去啊 你看到了沒有 看到了 事實上他在那裡 但是法理上他也在那裡 他說何先生 事實跟法理是完全一樣的 我說Oh my god 那你這個人不要領導人權團體 因為事實跟法理 常常有很大的差距嘛 就像 中華民國在台灣 事實上他的管轄 但是法理上不是啊 這是兩個不一樣的東西啊 但是這個學工程的他聽不懂 他說我的橋盾在那裡 不管事實或是法律 他都是在那裡啊 你在講什麼 我反過來說你在講什麼 請你退堂好不好 你頭腦壞掉了 因為你去做你的工程 人權的事情讓我們去處理 法律的事情 你不要碰好不好 你的頭腦去做你的工程 我就跟他們講你直接離開好不好 因為他們這個法理上那種理論 他完全抓不住啊 完全抓不住 這種領導者在美國也很多 跟他們同意沒有我馬上知道 他很多 維護其為的差別他抓不住 而且也沒有 因為他學工程 他沒有學過 美國歷史 美國學過美國法理 沒有翻過這些歷史文件 沒有看過大法官判決 他什麼都不懂 他領導什麼台灣什麼人權團體 在美國領導 我說你美國憲法一撬不通 你領導什麼人權團體 所以我說這些人就是害死台灣 沒有幫助台灣 我們早年直接跟他講 你可不可以找一點解散 你沒有幫忙什麼 你可以想他回答的email 是多麼的不以為人 他們覺得我們很可惡 但是走了七年八年 我們發覺我們對他們錯 還是一樣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情形 那我們從這個美國西班牙戰爭一直過來 那 這個 總統在這個條約裡面 他有這樣的規定 那我們剛剛談到軍事政府是什麼樣的情形 所以我們知道 按照這個法理 美國軍事政府 因為美國把台灣搭下來 他有權力也有義務去做這個占領 所以 應該是他在占領 那他要派別人去占領 那是他的事情 這個觀念很重要 很多人就說 台灣是被 同盟軍佔領 No 不對 台灣是被美國佔領 不是同盟軍 投降典禮跟佔領是兩回事 不要混為一坦 很多人就把他混為一坦 你可以看在網路上 日尊向蔣介石投降 這個 這個 這個話沒有意義 戰爭法裡面 紐西蘭沒有參加 澳洲沒有參加 最重要 中華民國也沒有參加 從建築港過來 一直到太平洋戰爭 選告 日本天皇選告投降 中華民國沒有派一個兵 沒有派一支飛機過來台灣做任何事情 全部是美國的那個 戰機 所以美國毫無疑問是美國是征服者 征服者有權利去做一個分配 所以接下來佔領的事情是美國來決定 美國派蔣介石來 所以我們就是按照這個法理 來做我們的論述 所以我們跟美國談說 你是政府者 你有這個權利 但是也有這個義務來佔領台灣 你沒有做你派蔣介石來 你是主他是父 你是主要的他是委任的 那 你應該把這個收回去 直接給民政府就好啦 因為他做很多事情 他就是背著一個 中華民國在那裡 中華民國 也沒有說把台灣納入自己的領土 讓他天天在講 像馬英九不是說 我們國家的名字按照憲法是中華民國 但他沒有告訴我們 什麼時候台灣 冰入中華民國領土 有這個紀錄嗎 沒有啊 盟軍沒有同意什麼 10月25號是光復節 所以這個我前面講的 他的法理他的邏輯 有沒有緩緩相扣 沒有啊 你有國內的規定 你沒有遵守啊 那你為什麼可以說台灣是你的 這個不合乎法理 所以全世界都否認啊 全世界這些國家他就否認 所以常常看到 因為中國講 講話比較大聲 所以大家說台灣屬於中國 但台灣屬於中國 你也不能怪人家 你中華民國的那個護照也是 China 你也有寫China 啊你說台灣是你的 你也是China 啊對面是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也是China 那外國人怎麼會分辨這兩個嗎 對不對 所以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這個法理啊 這個法理要搞清楚 法理搞清楚 去看以前的人在做什麼 那我們現在談的法理 我們現在談的一些 這些從戰爭過來的所有的這些 這些例子 我們可以看他 同一個例子一直重複嘛 就像那個軍事政府什麼時候結束 不管你看Puerto Rico 關島 Philippines 古巴都是同一個模式 到什麼時候結束嘛 這個都是同一個模式 所以這種慣例 也都是包括在我們所謂的 戰爭法裡面 那就是從戰爭去看 這些因為戰爭的這些事物是什麼 什麼處理的 這個都是戰爭法的範圍 所以我們有成文的規定 像海亞公約 日內瓦公約 海亞公約有規定什麼叫佔領 對不對 我領土被敵尊控制 這個是屬於佔領 那但是你要知道一些基本的法理 向戰爭部移轉主權 你要知道這個事情 好那今天我們就說 因為 馬英九要說 因為開羅宣言 郝伯村要說 因為波士丹宣言 所以台灣不一樣 台灣就是 直接 主權移轉過去 那你就要說 好你的法理在哪裡 你可以舉兩個嘛 要嘛你還要公約 二年瓦公約的成文規定 要嘛你要舉慣例嘛 以前 國際社會有這樣做 所以你同一個例子過來 所以 你要告訴我 我們今天談的 戰爭法是 拿破崙時代過後的戰爭法 就是大概1830年以後 現在社會不要跟我談什麼 古時候中國的那個都 不是我們今天社會 有什麼約束力 我們是1830年以後 國際法都改變了 然後增加了戰爭法 因為拿破崙 政府太多地方 很多人覺得 不公平 不合理 我全國就是要讀書 我為什麼不可以 因為拿破崙來 全部給我們併吞掉 那我要做自己的國家 為什麼拿破崙可以這樣子 過來全部兵吞我的國家 不好不合理啊 所以種種原因 後來他們國際法就改了 佔領 佔領本來是一個隨者 在1758年他的書 他的國際工法的那個書 萬國工法的那個書 他提出來佔領這個觀念 後來割了到差不多 1830年 拿破崙過世 那個就差不多全世界都接受了 已經是大家都必須遵守的 其實美國在獨立戰爭的時候 那個英軍搭過來的 然後佔領一些地方 美國人英國人早就有那個觀念 但是有的國家還沒有那個觀念 所以到1830年左右 沒有全世界有這個觀念 佔領不是兵吞 OK 所以我們有這個 不 郝伯春沒有這個觀念 那個郝龍斌也沒有 然後那個馬英九也沒有 是不是 所以他們就說開洛宣言 Postum宣言 你就說好 那他是新聞公報 那你告訴我 國際社會上 哪幾個 同樣的例子 造成國際社會 認同 這個已經過後 沒有是不是 沒有 那就不存在了 很簡單 很簡單的一個法理 所以開洛宣言 Postum宣言 日本投降書 能 導致 台灣主權 台灣領土主權 過後給中國 是不可能的事情 國際法沒有這樣做法 完全沒有 要嘛慣例 要嘛就是成文法 你兩個都找不到 所以這個 這些話都不需要再講 我們馬上可以破解掉 我們馬上知道這個不對 對他們 他們的法理 也是一樣 他們的法理 他們的法理是條約的 有沒有 那個常常在報紙上 寫文章有一個 雲城 雲城 雲是 那個天空的那個雲 城是計程車的城 上有一個雲城先生在報紙上 寫 寫那個 評論 台灣 台灣法理 台灣國際地位總統 在自由時報 他姓王 我們 早年常常碰面談 王雲城 他說 他告訴我 他說這個 中國人的邏輯 我跟他講這些 他說 中國人的邏輯不是這樣 他說 中國人的邏輯就是說 我先說嘛 啊 我再把它 重複說嘛 啊 我再把它重複一次嘛 就是說 這個是A嘛 那我B 再講一次 包括A嘛 那我C 再講一次 就包括A B嘛 他說這個是中國的邏輯 所以他說 按照這個邏輯 他 雲城跟我講 他說 開羅宣言本身 對台灣 祝傳 過戶給中國 他的 分量是 必須承認 是零 OK 他的分量是零 但是我用Postdam宣言再講一次 那再加個零 對不對 那我在日本投降書再講一次 我再加個零 god 零,零,零 就等於1 他說中國邏輯就是 這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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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起來 就等於1 已經過後了 所以你看 當然雲城這樣 是看的很清楚 但是 我從美國人的角度看 這是 暖七八糟的 零怎麼加起來 是零呢 不對 不同 所以我們要知道 美國的邏輯不是這樣 還不是吸引 美國的邏輯我剛才呢 我先符合這個法理 我再符合這個法理 我再符合這個法理 一直下去 那我就符合法理 對不對 然後我以前怎麼做 這個做法 我要百分之百遵守 它有什麼不合理性我可以調整 OK 所以 這本書裡面 它有 它有這個列島區 美國的列島區比較 沒有談那麼多這個2002年的 美國年建 這個是紐約時報出的 有很多不同的出版社出的 我只有空很喜歡 放這樣的書 那它有 美國列島區就是比較缺乏那個歷史 歷史的那個說 列島區我們怎麼會有這些列島區 如果可以增加這一部分 對我們台灣讀者當然 比較會補充 我們所需要得到的東西 還有 它有這個 美國憲法 全部的還有修正條文 全部都有列進去 那 我們 海外領土 台灣人我們要知道的是 這些 這些這麼多保障可能是對你50州的 已經成為州的 比較有 有實用到 那到底我們海外 海外的地區是怎麼樣 當然它沒有談得那麼詳細 將來希望它可以 加入這樣的資料 讓全部美國人也懂 海外的人也懂 OK所以 這個後來怎麼演變的 美國除了憲法以外 你還要看那個大法官判決 所以像我們在高中 我的高中在那個馬州 我們那個高中是 我剛好有個機會 我在 國中的時候 我在國中的時候 我常常跟爸爸媽媽說 我沒有零錢 我要有零錢 然後爸爸媽媽就說 欸 我們也沒有錢 那乾脆 交個機會去賺錢 那國中生能賺錢 在我們美國那個時候 只有送報 所以我爸爸媽媽給我安排送報 所以我是早報 大概早上兩點要起來去送報 不過每個禮拜 我都會 可以賺到一些錢 所以我可以有一些零用錢 後來 就是我們那個報社 它 它有時候會舉辦一些活動 比如說 所有傳都市的小孩子 比如說有保齡球比賽啦 有什麼 有什麼 什麼 什麼 什麼羽毛球比賽啦 什麼這樣子 那有一次 他們就爭取 那個 馬州有個很有名的高中 他要爭 爭取我們這一代的學生 可以報名 所以我們才去了解 然後看他的幻燈片什麼 欸很好 他的設備 政府很好 他大概就是 比美國 跟美國的 國家的年紀差不多 他就是那個時候 因為馬州也是前面13個州 之一嘛 所以他那個時候他的 水素的風氣很 很古老 那個時候 就是哈佛 哈佛更早 哈佛在殖民地的時候就有 那我們美國 美國好像還在打株力戰爭的時候 我們這個高中就成立 所以後來我就申請到那個 美國的高中 嗯 我們高中 那個 但是美國人就是一個名一個姓 啊 如果你打開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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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什麼姓 比較特殊 啊你同學有那個姓 你就問他說 欸今天報紙 在講某某Nobel什麼 欸那個 那個跟你 有親戚嗎 他就跟你說 喔那是我叔叔 喔那是我 那是我 那是我爸爸的哥哥 或什麼樣 都是這樣 我們同學都是這樣 我剛到學校的時候 他有請一個水長 我進去的時候是 我們所謂的十年級嘛 就是高一嘛 我們所謂的十年級 我進去以後 然後他請一個水長 因為校園太大 怕你迷路對不對 所以他請一個水長 也有時候給你帶 或是告訴你 什麼東西在哪裡 什麼東西在哪裡 啊我那個水長 他 他姓沙克 他姓沙克 S-A-L-K Salk 啊我就問他說 欸那個沙克疫苗 跟你有關係 他說那是我爸爸 所以我們都是那些 除了我家以外 除了我家以外 都是那些很有名的人 都是那些很有名的人 我的水長 都是那些 那些家族出來 所以有時候我們 我們 我們會在宿舍聊各種問題啊 談各種東西 那我們到了 三年級就是 我們所稱的十二年級啊 美國十二年級齁 我們都要學一年的那個 美國歷史 但是我們美國歷史都是 基於美國憲法這種結構 你要看美國憲法是怎麼樣影響 美國歷史 和種種 像明明 你 沒有人會知道 以前就是把黑人當做努力對不對 那會造成 南北戰爭 因為南部的人 他有很大的棉花田 他需要努力嘛 那北部的人有很多工廠 他就覺得請一般人來做就可以 所以南北的觀念不同 他們後來鬧出戰爭 就林肯那個時候 所以這個也是因為那個 那本來 他們也有法案的 大法官的判決就是說 反正從歷史以來 黑人都是努力 這個沒有錯 聖經裡面 黑人也是努力啊 這個制度 是誰發明的 這已經很久了 這不是說某一個人發明的 這是很久很久的 所以後來南北戰爭 後來林肯解放 黑怒 那他的解放文 這裡有 當然都有 你要看你就可以 就可以看他的解放文 他都有寫 林肯有名的幾個演講也都在裡面 所以 這個 都是一些歷史過來 那我們看那個歷史的 如果問老 有時候問老師某些問題 老師說 那我這個我不知道 但是 你要回到這個問題 你去圖書館 你叫那個原始判決出來 你看我想可能會解釋的比較清楚 所以我們就會回到圖書館 然後教那個 我們圖書館很大嘛 我們就教那個大法官判決 看一些關鍵判決 他怎麼解釋 因為你 你教科書就有因素一部分 你要 全部看 你去看那個圖書館 哇 發覺那個大法官他的頭腦很大 他每一個問題談得很詳細 哇 他會寫到說 這個問題 可以從八個角度來看 然後他下面的八個角度 毫無保留的全部談 哇 就覺得那個腦子自豪 每一個角度都分析 那綜合上面 我們這個地方可以談 這個地方不太符合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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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把它歸納 然後有個結論 你看我判決差不多在喘氣 哇 那真的很精采 我覺得 所以我們就習慣看很多那個 美國大法官判決 所以 你要 你要了解美國 按照他的憲法 他處理他的海外領土怎麼處理 你也是要回到大法官判決 對於這樣的做法 我非常的熟悉 這個對我來說非常熟悉 所以我開始研究 台灣地位的時候 十來年前 就覺得說 欸 既然是美國打下來了 那美國對台灣一定有管轄 那到底是怎麼樣 就必須看很多 就像那個 美國墨西哥戰爭 那更早嘛 1850年 美國墨西哥戰爭 還有 還有 美國西班牙戰爭 看這些 然後後來 佔領地怎麼處理 然後什麼是佔領地 然後怎麼樣 那個有很多個判決可以看 我剛開始看的時候 我那個很不容易看 那個法理不容易懂 所以我後來要畫圖出來 我必須把那個相關日期 什麼都列出來 什麼畫圖啊 這個這個 後來慢慢可以 慢慢可以懂 慢慢可以懂 嗯 所以 有這個法理在這裡 那你說像美國西班牙戰爭後 那到底 古巴怎麼處理 啊到底 波多利哥怎麼處理 呃 所以那個大法官判決有寫 呃 對我們比較重要 譬如說 波多利哥 波多利哥 呃 他就 美國政府以後 然後割讓給美國以後 那還是有很多疑問 有人說 他是屬於國內 但是他不是一個州欸 啊有人說 他屬於國外 嗯 啊到底是國內 國外 因為在稅法上會有差別 你波多利哥 的東西外銷 或是 或是過去到美國幾個州 如果他是外國 那是一種稅率 如果是本國是一個稅率 這個 有點複雜 所以有人有不同的主張 後來有人搞 搞那個美國海關對不對 美國就是喜歡搞嘛 呃 你不喜歡奧巴馬 你就搞嘛 你不喜歡 呃 這個 那個海關 你就搞嘛 就是總總就是 把它釐清嘛 啊現在 現在美國 最新在 在搞 你有看 你有看到那個 南部阿拉巴馬州嘛 阿拉巴馬州在搞美國聯邦政府 你移民問題沒處理 我州政府快 財務快垮了 對不對 移民問題 非法移民的管理 基本上是聯邦政府的責任 問題是你沒有做啊 你沒有做 我全州都是非法移民 然後他吃掉我的所有的那個 福利的錢 有沒有 因為美國 那個人權高尚 就是 你到醫院 他就是要給你 處理 阿你就說我沒錢 阿他 就拿你沒辦法 就是他會問你 你有多少錢 你今天 湯在這裡 五個小時 你的帳單是多少 阿你有多少 你說我只有十塊美金 阿你給他十塊 那你往後怎麼付 那我帳單寄到你家 寄到哪裡 你隨便給他你走掉 他 沒有辦法強制執行 所以很多州政府 對那個 非法移民阿 各方面的醫療 他 預算必須很多 但是 他 他就覺得 這個不是我 正確的處理 我州內的財務的方式 我應該是 照顧州民 不是照顧外國人 這個話也合理阿 對不對 那些人沒有進入你的合法系統 所以這個爭執在美國現在很大 所以阿拉巴馬 在告聯邦政府 Arizona也在告聯邦政府 有的州在告 OK 這個是 這個是題外話 但是你常常看對 為了釐清 為了釐清一些問題 他 絕對不會手軟 州跟聯邦隨時在鬧 要釐清一個真理出來 這樣 所以 我們回到 我們回到這一部分 到底Puerto Rico是屬於 國境內 國境外 後來 就有有名的大法官判決 1901年 有個判決 就說 呃 反正非國內 非國外 但是 他進一步解釋就是說 他把Puerto Rico叫做 為合併領土 為合併領土 我們州就是一合併領土 州 是美國系統裡面 最 最完成的地位就是州嘛 一旦你做州 你就不能再改變 OK 所以 蕭威領土 後來做為州 那就 不能再改變 阿拉斯加本來是一個領土 後來做為州 就不能改變 那 在 1860年代 就是現在 150年前 150年前 那個南卡羅來納州 就說 我要用黑怒 你 聯邦政府不太喜歡 你北方人不喜歡 我不理你 我不理你 我退出聯邦 南卡羅來納州第一宣布 我退出聯邦 而林肯說 不可以退出 你一旦成為州 不能離開 然後他因素憲法幾個條文 你不能離開 然後就 他說你這樣做就等於雙戰 所以就等於南北戰爭就開始 那其他的州 南部的州說 我支持南卡羅來納州 對不對 我支持South卡羅來納 I supportSouth卡羅來納 就一起宣布退出 退出 退出 後來南部的那個邦聯就成立了 呃 你要看詳細內容 我可以推薦你看一部電影 叫做飄 飄裡面有個那個南部的戰爭也有 也有很多精彩的那個那個部分 還有那個男主角前面就講了一句話 他們北方啊有武器工廠啊 你有什麼棉花田啊 啊我的天啊 這怎麼打嘛 怎麼打嘛 啊那個南部的人 精神很多時候 哦我們一定可以打得過那個Yanky 他時候做夢啊 啊四年下來 也是 時常很沉重 非常的沉重 他看得清楚 嗯所以那部電影很好看 OK 所以 Puerto Rico 在 1901年就釐清 衛和平領土 然後他的稅要怎麼處理 啊所以基本上 什麼叫衛和平領土 衛和平領土 基本上就是說 他還沒有在一個航大上 要成為一個州 Puerto Rico 要作為州嗎 不一定 到今天還在討論 1999年 進入美國體系 正式進入美國體系 按照那個巴黎條約 1999年4月11號 進入美國體系 一直到現在 他還沒有正式成為衛州 他還是海外領土 他們有時候還在公投 要不要成為衛州 成為衛州 不見得對他有好處 現在 他是海外領土 國防協處理 美國處理 那他的人 如果志願可以參加 軍隊 但是沒有說能強迫他參加 還有外交 他不需要負擔這個錢 你一個小島 要負擔全世界外交的錢 這個負擔很重耶 現在 普多利庫人 全世界 跑來跑去 萬里有什麼問題 去美國大使館 就好了 可以接洽任何 他想接洽的事情 包括 現在國際情勢怎麼樣 我哪一個國應該去 哪一個國不要去 美國很多那個資料有沒有 就是旅行資訊 旅行資訊 什麼國家現在拿著美國護照 什麼地方 什麼地方現在不太安全 像你說我要去利比亞 不要 他不喜歡美國人 他會告訴你 他都有很發熱的資訊 我跟我太太去捷克 1998年 我太太拿台灣護照 對不對 中華民國護照 我們去捷克 捷克 所以現在 12年前 13年前 我們去那個捷克 他要頒什麼簽證 所有那些 我美國護照都不用 他好複雜的那些簽證 什麼保證人 所有那個羅里羅索的這個手續 然後我們到了捷克以後 他一直說 喔什麼布拉格的春天 那部電影好美 對不對 台灣女孩子就這樣 喔 這個好美布拉格的春天 我要去住 所以我就 台灣 我有個台灣太天 你要去住布拉格 我們就去嘛 所以我們到布拉格 然後就 然後就找個地方住啊 什麼那些 他就每天走在街上 喔好快樂 那好 那很好 但是 我們的問題來自那個觀光 台灣有一些觀光資料說 什麼 你台灣人 你拿著這個 他不承認這個護照 你要那邊去 你要每天登記 你在哪裡 你要有一個紀錄 就是像 臨時戶口啊 他的觀光資料都會這樣寫 所以我們到那邊去 我兒子拿美國護照 然後他拿這個 中華民國護照 我說怎麼辦 萬一到時候 我們要出境 出不了境 我們也難過了 所以怎麼辦 我們跑很 我每天要觀光 沒有沒有 一半以上的時間 都在跑警察局 說什麼 報這個臨時戶口啊 警察也都不知道耶 都不知道耶 都不知道耶 什麼臨時戶口 不知道耶 然後我們打到 住外館去 那個台灣住外館去 他也說不上來啊 一問三不知啊 你打三個電話 三個不同的人 接三個不同的打呼 很討厭耶 很討厭 這個住外館處的人 真是是 我覺得沒有用 也沒有幫 也沒有幫那個旅客什麼的 沒有幫忙什麼 我這個故事很多 這個故事很多 我們去包加利亞 我們去東歐啊 我跟那個台灣的旅行團 就二十幾個人 我們在包加利亞 然後就那個 在過那個海關 我們下午大概 首都Sofia 我們飛機飛到那邊 從曼谷飛到Sofia 然後我們在那裡等 下午六點我想 等一下我們去飯店 check-in 六點八點十點十二點兩點 半夜我們坐在椅子上 我說欸 我問那個導遊 我說台灣跟我們導遊 我們怎麼等那麼久 我們不是都有簽證啊 他說有有有有 簽證有 但是紅包談不容啊 我說什麼叫紅包談不容 我是美國人 什麼叫紅包談不容 他說你不用了啦 你不用了 但是其他那個他都要啊 不承認你什麼中華民國 不承認你什麼台灣啊 每個都要多少 我說現在多少 他說已經談到一個人八十塊美金了 本來一百啊 我是覺得八十比較貴啊 他說欸那這樣 叫你你你你你你過來跟他們握個手 點個頭啊露個臉啊 欸 maybe我們可以殺價 就說欸 派美國人來參加我們這一團來監督啊 人權嘛 就是他上人權大使店 他說如果可以出事我們早一點 要飯店休息我太累啊 所以我去跟那個海關啊幫忙幫忙啊 啊這樣這樣 後來好像六十五塊成交了 啊我就跟那個導遊講說 你回台灣呢 為什麼不發表這樣這樣 沒有人權 他說你有沒有搞錯 台灣的報紙要登的是新聞 台灣人在海外旅行被欺負 這個不只是新聞啊 這是較長啊 每一罐都是這樣 每一站都是這樣被欺負啊 後來我碰到很多導遊 他跟我講的那個故事 喔我真的是 台灣人就隨時在國際上被欺負 但是好像我們回到國內 就是喔人權大國 民主選舉 啊但是到海外 喔你這個人權在哪裡 因為你這個我不承認 就把它當做垃圾 啊這受了很多不公平待遇 所以對不起 我跟林博士我們領導大家 在這個時代我們乾脆就拿了 美國所核發的證件 啊到時候到哪裡我們就排前面 這樣就好了 我們不要再拿那種流亡政府的那種 護照那個證件 那個沒有用 那個沒有用 所以我們今天 我們第一個小時先談到這裡 讓我等一下我們再繼續 起立 立正 走 休息十分鐘